拆下助听器在寂静的水中 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得到金牌 单位的挥避和打水以及从不懈怠的练习 是潘正对游泳的坚持 潘正是一个很自律的选手 他不管是在自己的体型或是耐力上面 就算教练没有要求他都会努力达到 他其实外表上跟一般选手其实看起来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我必须要放慢我跟他沟通的速度 然后让他知道如果我的速度太快的话 他可能很难截取我在说什么 因为听力障碍的关系 潘正小时候不爱讲话 也因此交不太到朋友 于是潘正的父亲决定送他去学游泳 一开始潘正的学习力较差 然而几个月过后 潘正游得比一般生都要好 并且一游就游成了国手 我发现他听力障碍 潘正的成长过程中也不免受到异样的眼光 但他却把这些阻力通通化成了助力 多少有点会不好 只是没有真的不好 我都不会去刻意听人家讲 我都会认真做自己 然而正值运动生涯巅峰的潘正 却在去年失去了母亲 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 我妈过世之前 他有一句话跟我说 他希望我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不管遇到这么难的事情 他相信我一定做得到 虽然没有听的能力 潘正却用乐观自信 以2013年听要游泳金牌为目标 他将勇往直前 在这边